首先请上今晚的第一组 挑战搭档 闪亮登场 这还不是两人来的吗 杨老师好 就一个月吧 对 刚出月子 这是在我们舞台上见到最小的宝宝 这是男宝还是女宝 男宝宝 这怎么还有 这怎么很犹豫呢 因为梦寐天天想着生个女宝宝 结果是个男宝宝 为什么把男宝说成女宝 一会儿给大家解释一下 先有请这个夫妻俩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叫吴雁廷 今年37岁 来自江西福州 大家好 我叫郭超 也是37岁 来自河南洛阳 37岁宝宝现在一个月 差不多能判断出来 这应该不是家里的老大 掌声有请孩子们登场 哎呀 我的妈呀 大家好 我是老大 我叫郭高生 今年12岁了 大家好 我叫高一涵 今年11岁了 我是老二 大家好 我叫高培然 今天10岁了 我是老三 今天10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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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孩子的名字可以判断出来 这两个家庭组成的一个新的大家庭 房里边抱的这个一个月的宝宝 是现在爸爸妈妈刚刚生下的孩子 哇 王爷们的孝顺我们为现实般的加油儿女 但是我们之间呢 还有一点更曲折的东西 电视剧可能都不该这么演啊 我跟他两人曾经是初恋 那分开了9年之后呢 因为我一次去河南洛阳那边出差 打车 当时司机就是他 打了他的车 然后后面才有了我们之间的故事 所以你们是初恋 9年没见面 对 后来一相见 这一切都改变 那你们初恋当年是同学还是怎么样 我们当时是在那个湖北那边 湖北皇室那边打工 谈了也不到半年吧 然后就异地 他那时候是想着天天打工也不是个事 要么就学们手艺 回他老家那边去学开那个大车 那个大车 考驾照去了 然后我就回我们老家那边去学美容 然后就这样子异地 那肯定矛盾就多嘛 那三天两斗 没事就吵个架 一吵架就把他微信拉黑 然后那时候 什么微信就是那个QQ啥的 拉黑 电话也拉黑 就不理人家 有啥拉黑啥 女孩子就是这样子什么桌子吧 然后被就 难得你这么评价 开始长大了 对 当年是没有那种觉悟的 就觉得女孩子桌一点 那是没错的 任性一点 就这样慢慢地两人也就分开了 过了九年多 一次打车 那个时候我出差到他那个城市里头 就是其实当时看到他的时候 我是不敢认的 但是那个身材就是跟 对 对 所以把他摧残的可能有点厉害 对 老郭以前是什么身材 跟杨帆老师 跟亚朗帆老师的身材一样 英俊潇洒 英俊 然后再次看到他的时候 就是有差不多两个杨帆老师这么大 越看越像谢卢京 然后我特意就是做到那个副驾驶吧 我一直盯着他看 对 他一看我这样盯着他 他心里就发毛 他说这个女乘客 这有点毛病吧 就一直盯着他 对 因为正常的乘客 他不会做到副驾驶 他大多都是做到后排 然后他 这个女生为什么那么大胆 对 我就想这个人怎么回事 然后他就说 你是郭超吗 然后我说你怎么知道 他就说我是吴雁廷 当时真的吓了口跳 我都不敢认 这一脚刹车就把车停到呢 就很有画面感 别开了赶紧 然后我就说我来这边出差 但是因为当时是 从酒店打车去火车站 赶火车的知道吧 然后我说你别站在那边聊天 我赶车 然后就叫他边开车 然后就边聊了一下 大家的那个一些 近况 近况什么的 但是我们俩当时其实 做了一件特别幼稚 特别搞笑的事 就死要面子 打死没说 各自已经灵魂的事 就觉得 当时实际的情况 就是你们 都是在单独带着孩子 对吗 对 单独带着孩子 然后当时 你想一下 分开的群里 你肯定是不能让他知道 我过得很惨 这是实话 所以你当时怎么回答的呢 没有 他问我过得好不好 我说哎呀好得很 我现在开了一家美容院 你看我现在这样是吧 又比以前漂亮 你看我这大波浪 不好都这么烫 然后就一直各自吹 吹自己过得有多好 反正我在吹 他没吹 你们有留联系方式 没有 我不想让他知道 我过得很惨了 那不能讲这些事情了 然后回去 回去之后 是他给我那个闺蜜 了解我的情况 从他们口中就是得知 我其实已经离了 然后就 他就找我闺蜜 死皮赖脸的 他要了我的微信啥的 他家里你知道那个家里 那个人是谁吗 当时不知道 就是因为我是开店的人 其实很多人家 客户 也是个顾客 对 差不多是过了一个多星期之后 他就 挺沉得住气 给我发信息 我这一个多星期 把你这几年的朋友圈 全翻了个遍 怎么没看到你翻你老公 我就知道他是谁了 然后我就去翻他的朋友圈 后翻 一样的人 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要先搞清楚 对吧 然后我一翻 两分钟就翻完了 除了一些链接砍架 啥都没有 我就说 你不也一样的没翻你老婆吗 这个时候他就说了 他说我离婚了 我也就说了一句 我说巧了兄弟 那我也离了 巧了兄弟 说两项说鞋子 对对 谁也别拿着了 谁也别装了 后来又开始搞很多小动作 天天气寒温暖了 每天给我点外卖 点奶茶 有一天发的是一个 我说这个胃痛死我算了 就发了一个这样的动态 然后过了一个多小时 药就送到了 胃药就送到了 太会追了 我就觉得这个人他有事 他要搞事情 我说那个咱们 现在大概都是成年人 经历了这么多事情 我说你想你是不是 有什么想法你就说 对 然后他当时他咋说的 因为当时就我就想 既然我们能以这样的形式 再次遇到 那肯定是上天给了我一次 重来的机会 所以说这次我一定 不能再放过他 不能再错过他 不能再放过他 绝不放过他 绝对不能再放手 你以前是那么细心的人吗 就是你们俩最开始初恋 谈恋爱的时候 当然当孩子面 咱 都孩子们都大了 没事 我跟他刚初恋那会儿 刚谈的时候 他一杯水都没请我喝过 哎呀 当时你可能是那种 思维还没打开 对主要他也不可 我没有像他这样子就是 比较感性 我这个人比较理性 因为怎么说呢 现在是 毕竟是孩子的妈妈 对不像之前一样 是两个单身 现在是两个家庭 是吧 他也两个孩子 我也两个孩子 就如果说两个人过日子 那你肯定考虑到 是一些真金白银的问题 对吧 四个孩子那不得了啊 是经济上的问题 另外一个还要考虑孩子们的感受 对 还要考虑他们 他们相不相不得来 对 孩子们能不能接受这个 从来不买水的叔叔 结果孩子们一见面怎么样 他们不要太融洽了 我的感觉 有天生的一家人 而且孩子们 年纪也真相仿 对 而且还有更巧的事情就是 这俩丫头 他俩是同一天的生日 都是端午节出生的 同一天生日 而且现在这小五是属龙的嘛 他也是属龙的 然后老三呢 他是有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姬妻 就是天大的 人生大赢家 就很多事情都太巧了 奇妙的缘分 对吧 当然我觉得 其实孩子们心里边是很敏感的 就是孩子们特别希望生活在这个 爸爸妈妈很恩爱的这样的家庭 他们会很幸福 所以从孩子们一上台的那个状态 能够看出来现在这个大家庭 应该是充满了这种爱 对 我觉得他们之间的故事 要比我觉得 会比家有儿女还要好看 所以说他刚刚之前说了 他说电视剧都不敢这么看 对 我现在理解了 我经常会笑称 我说因为我跟他结婚 也没有什么真金白银的那种 什么聘礼嫁妆啥的知道吧 然后我就笑称 我说这两个就是他娶我的聘礼了 然后我带的这两个呢 就是我嫁给他的嫁妆了 哎呦 然后我们俩婚后就是咱们共同打拼的 一样 哦 爱的结晶 这是我们家的合资产品 其实听了你们俩这个故事 我最感慨的还是缘分的奇妙啊 对 你看这个九年前 你们最开始初恋的时候 在他乡这个相遇啊 但是那个叫什么呢 有缘无分 对 但是老天又安排了这样一次奇妙的相遇 恰巧你们各自又给对方留了机会 虽然当初没有在一起 但是经过了各自经过了一段 失败的婚姻之后 就各自也成长了 也知道自己更需要什么 也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有句话叫什么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没错 希望你们好好珍惜 生活就越来越好了 所以才有底气生第五个号 对啊 所以才有今天有底气站上我们的舞台 嗯 你们最大的优势 你看和我们的这个首宝团比起来 最大优势是什么 我们自在拉拉队 人 人忒多 团队大 咱们先排练一下好不好 321给爸爸妈妈加油 在不影响弟弟睡觉的全局之下 哇 来 321 加油 好 孩子们先到台下 你们看孩子去吧 我们该接球了 恭喜你们 好 那接下来就 就留下夫妻俩了哈 这个 有一个任务 对也得先选一选 可能这边首宝团 跟谁比起来你们的胜算更大 玩球的话肯定玩不过专业的 所以说 我还是明确一点 选我们的喜剧 那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 选错了 我俩人 卧龙风俗 哈哈哈 哈哈哈 接下来进入你们的第一关 一触即发 来 接下来还是老规矩 首先有请求保上线 请听题 OK 我们习惯 将食物分为荤和素两种大类 那么下列几种物品中 哪一个是古人所说的五荤之一 哎 哎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啊 我都没看见 五荤之一指的是鸭肉猪肉鸡蛋韭菜还是海带 韭菜 确定了吗 你想好老郭 你想好想好老郭 你俩怎么还威胁人家 为什么是韭菜 我老婆了 哦 你要贴住了 好那韭菜是不是五荤之一呢 请准备 三 二 一 哈哈哈 你吵吵弟弟 小点声欢呼啊 啊 请求保给我们解释一下 为什么是韭菜 以前的肉菜称为鸡 而荤本意是指带有刺激性气味的蔬菜 哦 古人指的五荤是大蒜 小蒜 葱 韭菜 星 荤星 星指的是肉 荤指的是气味 对 好 那先给我们挑战夫妇加上一分 好 让一下子 让一下 让一下 感谢 不用感谢这两位 他们俩手比脑子还慢 还以为就没有怎么样给他搭档 刚才他就哭着哭着 半天他提他都没听明白 他们说 说啥了 你说这可能赢吗 那不一定是脑子不好 一个能说听力不太好 哎 哎 小宝大胆声出第二题 请请提 我们吃东西感到的辣味 其实不是一种味道 啊 不用念了不用念了不用念了 也不能念道具毁了呀 不是 他是一种痛 痛觉 你能听完了 他没没给一二三四五六 你就上去你就毁上去 你秋白你先说不可以了 你已经抢到了 接下来请做选择吧 你看我就说你莽撞吧 成口我都差点成了 二选了个二 那我们先听球宝出完这道题 再看看五个答案都是什么 好吧 来球宝请继续 辣味不是一种味道 其实是一种对于细胞的痛觉 猜题都猜错 这主调由于辣椒肤炎 那么辣椒里面最辣的是哪个部分 这话是一种痛觉 人家人家机器人说的是提 你把人提说是有啥 你猜对提有啥用 你得猜对答案 哈哈哈哈 我我现在是不能动动位子了是吧 不能改了啊 最辣的部分 对 那肯定不是啊 哎呦 我跟你打的我猜 哈哈哈哈 好那我们先来看看果身 是不是正确答案 请准备 3 2 1 2 1 1 1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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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选项紫薇星君 文曲星 霍君星 北极星君 太白金星 他已经错了 文曲星 确定吗 确定 这些卖娘子伴随我们的童年 来 2号是正确答案吗 请准备 3 2 1 正确答案就是文曲星 先说好 我负责 好不好 我负责 不用努力了 因为我们接到三个球 已经没有决定了 直接晋级了 我们还能抢吗 可以抢 你们已经赢了 接下来再答题 就是纯纯的为了羞辱他们俩了 大家谁羞辱谁还不一定呢 你们俩哪来的自信呢 我相信我吗 冠伦姐姐 你是从哪把这俩找出来的 不是 看着还可以 这不就是奔波霸和八波奔吗 你蹦蹦蹦 霸霸霸的 你瞧他那个嘴 你再等我 再给我们机会 好 来 请听第四题 请听题 很多动物为了提高族群的成活率 往往都是多胎繁殖 像猫 狗等一次可能会繁殖六到八只 那么下链哪种动物 基本同人类一样 大多是单胎繁殖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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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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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给你针了 生农鸡西吗 什么 这我知道 这我知道 穿山甲 肯定是穿山甲 穿山甲 为什么 为什么是穿山甲呢 小时候看葫芦娃的时候都知道 那全叫动画片 你的知识都是从动画片里 不是 但是从我只能分析 你能不能不分析 你直接站 分析容易 你特别暴露你的缺点 肯定是穿山甲 我们看看童年的记忆啊 来吧 这些动画片 对于我们的首保团答题有没有帮助 给点力啊 正确的答案是穿山甲吗 穿山甲 三 二 一 一 出来 竟然打出来 快点 快点 你拍他干什么 接他呀 我没想象真诚 也不算了 是吧 掉下去就不算了 当然不算 哇 真麻烦 这哪儿破坏了呢 所以接下来机会交给我们了 我要是你我都不转到穿山甲 那我转去 这是纯粹的羞辱他们俩 来 准备掉球 三 二 一 越成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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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吧 打不过我就融入 咱上 弄他 喂 牛顿在哪里 根据这个流体力学 我觉得他那会降的慢 我刚刚那会降 啪一下就下来了 你说了算 都结束了 你说了算 还有题吗 再给忘了个机会 有 还有题 你还能再丢一回人 你别动了 你你你 你上那边看着我去 来 好吧 来 看着我 我把你拍 我们已经得到四分了 请听第五题 请听题 夏天因为天气炎热 许多食品 需要放到冰箱保存 但是 下列哪种水果 放到冰箱里 反而不利于处 都是 八 八 拍一 拍一 八 不就用八吗 玩呗自己 对不起 这边抢到了答案的精 让人拍了 先来给出你们的答案 那个 我家孩子说是芒果 我无条件相信 好 芒果是正确答案 芒果是正确答案吗 请准备 三 二 一 女的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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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回都不离不离 女的选手 来 我们再加上这分一看 得到五分 在我们守宝团的守护之下 守了个寂寞 其实我们一样是守护 是守护孩子们的礼物 是不是 给孩子们多点礼物 有错吗 我们是特意 给五个球 你看这 没错 网这么大人能输吗 对 来吧 欢迎两队搭档 进入巅峰对决 不是所有的挑战搭档 此刻都会像你们二位这么充满心心 啥意思啊 你出来 你骂我们俩的吗 怎么就有信心了 怎么可能骂你们呢 我就是单纯的调不上 我就是单纯的调不上 给点面子 给点面子 希望你们俩在这一关当中证名字 好了 反过 好 现场180秒倒计时开始 请问 请问世界上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是哪个 俄罗斯 邓决 请问我国一共有多少个民族 56个 邓决 请问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是哪一个朝代 秦朝 后五 夏朝 后五 倒完俩了 请问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是谁 五道铁 正确 请问宋朝画家张泽端创造了哪幅传世名画 清明沙河图 正确 请问著名的龙海铁路线连接的是江苏雷云港和甘铁 张田佑 好 蓝铁 请问 美术中的三原色指的是哪三种原色 红 黄 蓝 正确 请问地球绕太阳转一圈需要多久 24小时 错误 一年 一年 这边 超大量 世界上最大的海洋是哪个海洋 太平洋 正确 不大几个 请问我国辣椒水到支付是谁 约路约 正确 请问按照中医理论 含从人体的哪个部位起 不 错误 假 这边 他喊什么啊 世界上最高的山峰是哪座山峰 中国老马峰 正确 请问什么植物被我们用来代表和平 橄榄 正确 请问第一个称呼自己为皇帝的是谁 银子 正确 请问 布达拉宫位于哪个城市 西藏 城市 拉萨 拉萨 这边 请问 在下微棋的时候经常会说一朝不慎的下一期 不许是马来 对 马上结束 正确 请问 在一般情况下 汽车的转向灯都是什么颜色的 黄色 红 红 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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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上最大的热带雨林位于哪条河流的流域 杨拉萨何域 正确 请问 按照我国现行的气象灾害 预警信号划痕等级 哪种颜色在约级别最高 橙色最高 红 红 红色 好 要吗 橙色欲解吗 诸如此的赤壁之战发生于什么时期 三国 正确 请问 变灯的发明者是谁 爱丁森 正确 请问 三国茅庐 许 见到 祝贺夫妻俩 为家里的宝宝们赢得了两份礼物 谢谢 yes 我们感觉我们赢都会 不少答不少啊 肚子里有货 有点才华 有两份盒饭 知识面还是比较广 但是就是说 就是每答一个动作的时候 动作都是顺拐的 吴泽天 清明沙河图 张田佑 谢谢二位 我们来看一下 你们将会获得的是 祝贺你们获得 家家仪洗衣液 家家仪顽固污渍没问题 本节目由顽固污渍没问题的 家家仪洗衣液 特别赞助播出 明白 他就得了空气炸锅 可以了 继续加油 谢谢 先暂时休息一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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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